一名来自吉打双西大年 在新加坡担任时 游击天然气力工程师的 31岁男子陈俊德 上个月16号 在为宜兴山紫兰花园的住家 招人带走 下落不明 如否警方今天证实 陈俊德招人谋杀后埋尸 两名涉案情侣落网 初步调查发现 死者是因为陷入感情纠纷 招人杀害 华裔年轻工程师陈俊德 6天前连人带车失踪 家属多次在面子书 发布照片寻人 但最终一无所获 柔州警方在调查后证时 陈俊德已经遇害身亡 柔佛总警长拿督旺哈末 今天发表文告指出 警方昨天凌晨3点 在古来优美城逮捕一对 分别是32岁和22岁的涉案情侣 随后当局在其中一名嫌犯的指引下 昨天傍晚到新柔第二大道 往北方向的第25.9公里处 找到死者遭埋尸的地点 挖出一具已经腐烂的尸体 柔州刑事调查主任 拿督卡玛路指出 初步调查显示 案件涉及感情纠纷 嫌犯卢榜并杀害死者的动机 是为了报复和出于妒忌 警方目前还在调查 是否还有其他人涉案 据报道 死者的家属 已经在上午11点50分 前往新山太平间任领遗体 不过不愿接受媒体的访问 陈俊德是在6月25号下午5点 独自驾车离开自己位于乌鲁地南 拿督彩兰花园的住家后失去音讯 警方6月27号在新山中央医院附近 找到死者失踪时驾驶的本田轿车 NTV7综合报道